1月5日晚 英联杯半决赛正式拉开序幕 切尔西在主场大战热刺 热刺现任主教练孔帝 曾带领切尔西夺得过英超联赛冠军 然而 热刺近9次对阵切尔西未尝胜计 这让孔帝战旧主显得不容乐观 切尔西上一场比赛 在英超联赛主场2比2逼平利物浦 由于前锋卢卡库表达了在切尔西的不满 并且向往回归国际米兰 此剧直接让卢卡库被图赫尔血藏无缘大名单 图赫尔在这场比赛中 拍出了哈福茨、坎特、科瓦奇奇、普利西奇首发 正面对决利物浦的萨拉赫、洛塔、马内以及范迪克 切尔西虽然阵容不齐 但是 切尔西射门15次比利物浦多5次 比赛开场8分钟 利物浦的马内率先进球 25分钟萨拉赫扩大领先优势 41分钟 切尔西的科瓦奇奇搬回一城 45分钟 普利西奇搬平 切尔西连入两球成功避免连败 热刺上一场比赛 在英超联赛课场1比0险胜沃特福德 热刺主教练孔帝派出了凯恩、孙星明、卢卡斯首发出战 面对伤兵满盈的沃特福德 热刺全场控球率74% 射门20次其中10次射政球门 相比于沃特福德射门6次 只有4次射政球门的现实 热刺充分占据了赛场优势 可是 比赛直到商品补时的第95分钟 才由桑切斯打破场上僵局 热刺惊险全取3分 因此 热刺的士气不逊色于切尔西 而且 热刺18场英超联赛10胜3平5负 累计33个积分排名第6位 切尔西21场英超联赛12胜7平2负 收获43个积分排名第2位 由于热刺比切尔西少赛3场 这让两队的十分差距变得可有可无 所以 热刺整体成绩也不逊色于切尔西 另外 切尔西11个英超联赛主场 5胜5平1负 打进25球丢10球 切尔西主场进攻能力较强 防守能力尚可 热刺8个英超联赛客场 3胜2平3负 打进7球丢10球 热刺在客场进攻能力不佳 防守能力也比较一般 因此 从两队主客场的表现可以看出 切尔西防守能力没有明显优势 进攻能力优势较大 切尔西进10场比赛4胜5平1负 打进19球丢14球 进8场比赛3胜5平 进3个主场全部被对手逼平 可见 切尔西竞技状态不够强势 热刺进10场比赛6胜2平2负 打进17球丢10球 进5场比赛3胜2平保持不败 可见 热刺在主教练孔蒂的带领下实力有所保障 切尔西进3轮英眠杯常规时间 1胜2平 其中有两场比赛 都被对手拖入到了点球大战 似乎切尔西对于英眠杯不太重视 热刺进3轮英眠杯常规时间 2胜1平保持不败 热刺上一轮英眠杯 2比1淘汰了西汉姆连 由于西汉姆连在英眠杯淘汰了曼城 可见 热刺在英眠杯战役十足 切尔西和热刺进10次交锋 6胜3平一赴 进9次交锋切尔西 未常败技优势明显 鉴于卢卡库已与切尔西和解 切尔西的更衣式矛盾逐步得到缓和 另外 切尔西主场攻击力较强 所以 切尔西或将再次击败热刺